現在腸病毒進入了流行期 傳出了疫苗大缺貨的消息 有不少的家長就抱怨 想要帶小朋友施打第二劑的腸病毒疫苗 但是跑了好多家診所都鋪空 那現在醫師也證實 高端的腸病毒疫苗 確實是供不應求 一大早小兒科診所人潮滿滿滿 秋冬來臨病毒接連而來 腸病毒也進入流行期 但現在卻傳出高端腸病毒疫苗 開始缺貨 陸續以來一直都有滿多人詢問的 現在聽說很多地方都有陸陸續缺貨了 而且因為還有第二劑的問題 有些地方會先保留給第二劑的人 不過很多人要打第一劑 已經找不到地方可以打了 高端腸病毒疫苗今年8月上市開打 雖然一劑要價超過4000元 但還是供不應求 不少家長帶小孩打了第一劑 但想接種第二劑卻處處鋪空 就有在考慮中這樣子 只是也是會擔心說如果疫苗不夠的話 就可能也沒有辦法去做一個施打這樣 最近感冒比較多嘛 跟醫生諮詢啊 然後如果醫生有建議的話就會施打 國內腸病毒疫苗目前只有高端和安特羅 取得藥症 高端保護力高達96.8% 手批4.8萬劑都用光 而安特羅第三期結果還沒出爐 不過第一批的7000劑也全部打完 家長就怕來不及打第二劑 保護力恐怕會失效 建議說間隔56天這樣子 不能縮短但是可以稍微延長 是不會有影響的 正常疫苗的設計還有我們身體免疫機制來說 就算超過三個月也不會有影響 腸病毒在校園內流竄 像是幼兒園拖嬰中心一週內 兩個確診就要停課7天 不少縣市的小學也是兩名確診停課一週 但除了腸病毒又同疫情 邁入高峰症狀都很雷同 往往讓家長摸不著頭緒 醫師分析流感最明顯的是全身性痠痛 呼吸道融合病毒容易引發呼吸喘 至於腺病毒則是高燒好幾天 四大病毒更不排除重複感染 醫師呼籲最好盡快接種疫苗 增加孩童抵抗力 記者 蕭瑞 黃榮 彭博德